那今晚我刚才所讲的 我们节目完全可以上网络电视 那可能你的赤箱 你的一些动作被拍进去 我们觉得不错 心叛看中了你的话 你可能成为下一个金马奖 你递得不一定还是影后 来那不管怎么样都好 好的开始我们要一起把它合成 首先就来邀请 我们这次的新春大团拜的大会主席 钟汉梅上长到台上来致欢迎时 时间过得真快 今晚上又是我们迟连总会主办的 新春团拜的好日子 在今年一年一度的 新春团拜的日子 首先我要代表我们庆委会 来传统通商来公祝大家 新春愉快 认识如意 新十年行大运 步步高升 谢谢 我们慈联会是个慈善大家庭 那么我们承接慈善会的形上理念 携手合作 设造我们的温馨社会 迅速我们的爱心 令社会上不幸的族群们援助 把他们的从艰苦的冰野扶持 拿他们一把 所以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崇高精神 勤势勤力的朝着我们池上的大道迈进 这是我们池联会的目标 愿以大家共勉励 主席吴春华会长 来掌声欢迎 那么今天晚上 因为来出席的 我们的山长人 我们的同事们太多 所以我不能够毅毅的称呼你们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原谅 不过今天晚上呢 我们有两位特别的嘉宾 那么一位来自Yagata的 那个印尼Yagata的 特别的嘉宾就是 张康泰先生 他是姓张的 那么在印尼非常慷慨 所以人家叫到慷慨先生 来到我们马来西亚也同样 非常的慷慨 另外一位呢 就是我们的 宾城的这个 这个潘绘辉先生 潘绘辉先生呢 非常给我们 学院总会 很大的帮忙 那么你们今天晚上有被他拍到的 肯定能够上 上他的电视 那么这里呢 我们也要特别谢谢我们的 一路来给我们赞助的 这个林园市场 有限公司 来自台湾的 林园露角林姿 以及纳豆 经理 阿东这边 陈毅东先生 非常谢谢他们给我们 一路来的支持 那么今天晚上呢 他同样有免费的泡脚 预注的这个 拼搭的这个 这个 我们 给我们 给购买物品的特别的 股本贞送给我们在座的 凡是捐出超过100块的 这个基金呢 他就捐出他的一份的这个股本 以及抛角衣柱的这个股本 给所有捐出超过100元的 这个山长人龙 包括我们的铜扇们 那么请大家不要忘记 刚才我们的这个林峰 市营已经跟大家讲过 凡是你们捐10块钱 就能够得到一张的大马彩 以及一张的这个幸运号码 那么当然你捐的越多 就得到越多的大马彩成为大富翁 以及得到今天晚上 在场很多山长人龙所报效的 我们的理事会同山的报效的 这些对不起 从里面不是报效 从里面卖这个捐线的 这个10块钱的 这个送一张彩票 剩下来的这个钱 我们今天晚上拿来做 这个买这些 第一二三奖都是彩色电视机的 很多的名贵的奖品 很多大家来领取 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多多的善捐献 多多的做慈善 就能够成为富翁 同时也成为今天晚上的 这个幸运儿 这些话我看保留等下我们的事宜将会给大家带来正深一层的 给大家了解之道 那么今天晚上我在这里 除了我们的大会主席中华美同山 他要讲的话 我不能够再讲之外 那么我看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我们十年总会 我们虽然是一战式的这个慈善的一个组织了 所谓一战式就是我们有16个小组 这16个小组呢可以说是无论包括我们的慈善 我们的医药 包括我们的社会一些工作 包括同时也是我们的教育 还有我们的这些运动 也是学习 这些所谓一战式的投注服务之外 我们十年总会在慈善的这个领域中 无可否认 大家在我们全体的理事合作之下 可以说是把这个慈善工作 这些领域上我们大家配合的 大家都配合的非常的高兴 那么当然我们大家的心愿 不但把慈善工作做得好之外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教育 这些文化能够打开这个网络 那么当然除了慈善之外 我们在教育方面 我们也设了两个小组 其实我们日行独钟青蛙子弟带学金 就是我们帮忙那些日行独钟 青蛙家境青蛙的学生 完成他们的中学的教育 以及大专的教育 那么出来社会呢 顾社会 当然感恩社会 回馈社会 也能够加入我们慈联会 来投入我们慈善的工作 那么我们之外呢 我们也得到我们几位医务老师呢 在我们会所呢 有做一个小学生的英文班的补习班 同时呢也有心酸的补习班 在我们会所每个拜六 跟每个礼拜 所以附近的同学们小学生 同学们要报名的 欢迎你们到我们会所来拜六 拜六的旁晚 以及礼拜的早上 希望大家 我们的社会家长 不要忘记给我们的学生 这些都是免费的 免费的我们老师也是义务的教导大家 大家好 诸位 我们有了慈善 有了教育之外呢 我们当然我们会 垮前一步呢 就是今年呢 我们也特别在这个文化上啊 我们做了一些的文化 爱护我们的文化 提倡我们的文化 大养我们的文化 就是了 我们首先 开想第一套了 就是我们将在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就是 对不对 这个礼拜啊 就是我们农历正月十一 就是后天 我们在美乡八点 有一个金鼠年的大聚会 只是孝鼠的 孝鼠的参加 那么明年呢 我们将轮到孝牛的 后年将轮到孝虎的 再接下来孝兔子了 那么就是一年传一年 我们一个传家宝 这些是林园啊 所报效我们的鹿角林姿 十二生肖的传家宝 所以我们呢 由大会主席保管 一年传一年 一代传一代 四世代代 这是我们秉承 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文化 这个根 所以希望呢 我们年轻的一代 不要忘记 我们无论如何 我们的根 我们的文化 一定要保留 一定要维护 我们的除了教育慈善之外 请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的根很重要 根是来自我们的祖国 中国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们希望我们年轻一代 借手下来 不要忘记 秉承我们慈联会的精神 维护我们的慈善 教育之外呢 不要忘记我们的文化 不要忘记我们文化 继续的 发扬 那么注意 我们慈联会 刚才大会主席有讲过 是一个慈善的大家庭 那是无可否认的 我们每 我们的口号是 每人每页是另一 大家做得到 我们就是用这种口号 来累计 我们的慈善金 我们目前呢 有超过100对 总共有115对的慈善的组织单位 我们每个人10块钱 我们一个月呢 能够收到 超过4万块钱的慈善金 那么如果以每个人10块钱来计算 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赞助会员就超过4000名 就已经超过4000名 这股力量无可否认 我们能够把这个社会 塑造成为一个爱心的社会之外呢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很大 很重要的力量 就是我们的提西 提报我们后期 所以我们慈善会有这个多元化的这个慈善的小组 开放给所有这新慈善教育文化的青年 跟我们站在一起 共同来发扬我们慈善会这种社会的精神 所以我们很重要 在座的年轻人 或是我们的长辈呢 不妨的鼓励 所有的年轻人 投入我们慈善会 有钱出钱 有利处理 那么今天晚上 我就把与大家来讲一些比较完整性的 一些我们慈善会 这个这些组织的一些活动 那么当然了 这里了我还是希望我们每一位了 给我们慈善会多一份力量 发一份光 那么当然大家有不同想 有任何的问题 大家一起来分担 这是我们所非常重要的 那么新春假节 总共15天 今天来到第9天 就是拜天空的好日子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庆祝一年一度的 这个大团拜 请大家不要忘记 在每个天空当那天晚上 就是我们团拜的日子 所以不要忘记 拜天空来一天 就初九晚上 大家一定要到来 祝大家祝大家新春快乐 永远健康 祭山之家 必有一切 祝福大家 谢谢